当年盗墨贼就是从这里进去 把这座墓给他倒绝一空 这座墓主人一定是 徐州地区最幸福的女人 生前被楚王宠幸 死后楚王把他所有的开销 全部搬到了地下 修建了这座豪华的陵墓 看到没有 比国产新农员还厉害 天子驾六诸侯驾四 士大夫驾三官员驾二 他一个女人 两匹马拉着 古代女人并没有包治百病这回事 但是两件事 必须得安排妥当 您来看 这是整个墓室里边 最大的一个房间 这是什么 衣帽间 放首饰衣服的地方 再这一点看这里 这是厨房 这位墓主人竟然把厨房 打造的这么豪华 并且这里还有未完工的迹象 没准是一个隐藏式的冰箱 看到顶上这些屎嘎嘎了吗 这是做什么用的 两千年前的星宫顶 女主人就躺在这里 这个门很重要 她被称之为相思道 从这里穿过去 就是她的丈夫 楚王留住的陵墓 灵魂在此沟通 真爱才能有助 并且我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参观墓种 特别是地宫的 很多都是连口子 是不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